大家好,我是美衣妈妈 天气太热了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广东人很喜欢吃的黑凉粉 做法非常的简单 好吃又解锁 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试一下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黑凉粉粉来做 将50克的黑凉粉粉倒入碗里 要用200毫升的凉水 边加水边搅拌 直到没有颗粒 准备一个锅 锅里放入1000毫升的清水 开大火把它煮开 水烧开后转正小火 倒入刚才调好的黑凉粉水 边倒边搅拌 防止黑凉粉结块糊底 一直不停的搅拌 黑凉粉水再次煮开后关火 然后放一旁放凉备用 这时间我们来煮一些糖浆 锅里倒入清水 然后放入冰糖煮化 你也可以放入白糖或者片糖 个人比较喜欢冰糖的清润口感 煮化后我们放一旁放凉 放凉后我们把它放入冰箱里 这样我感觉它的口感更加的冰润清甜 现在我们的凉粉已经凝固了 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我们用刀子把它划成小块 今天我就做了四种的口味 一种就是我最喜欢的 简简单单的放一点冰糖下去就可以了 清甜中带一点点凉粉的苦味 非常地好吃 第二种吃法 这可能也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 把煮好的奶茶倒入凉粉里 这是中口味 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种呢 做法简单 好喝又解暑 喜欢吃黑卵粉的朋友 你也赶紧试一下吧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